寒流來襲 各地山區都下雪了 不過呢 在南投竟然有一名富人 這兩天失蹤 受困山區 警校人員冒著寒流 到山區來找人 還好今天一大早就順利找到人了 不過因為富人被找到的時候 只有穿一件薄外套 有些微的失溫 警校也立刻將她送下山 前往醫院救治 楊小姐 深夜山區一片漆黑 遠景拿著手電筒仔細搜索 因為有民眾報案 自己的母親在仁愛鄉大同村一帶 不明原因失蹤 遠景8號晚間搜尋未果 9號一早又立刻啟動搜救 還好沒過多久 就傳來好消息 身穿黑色薄外套的就是失蹤的楊姓婦人 她意識清楚 消防人員又背又浮 終於回到產業道路 坐上救護車送以檢查 於1月8號接獲報案人 鄭小姐 向警方報案 親母親 楊女士 在1月6號從家中 彰化的家中坐計程車 來到我們霞區的高峰巷一處山區之後 失去聯絡 陽性婦人被找到時衣著單薄 身上只有藥包 飲料杯和口罩 寒流發胃 荷環山上下雪 氣溫寒冷 幸好9號上午 警消在珍如蚕室附近的竹林找到人 送往醫院後 確認只有些微失溫的情況 9位少羽 南投層報導 伊凡娜 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 4月17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詳情請洽年代售票系統 冠名贊助 伊凡娜邀請您 聆聽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